大家好,我是薇娅,点赞本视频,出门就中五百万,现在故事开始。 班上的绿茶一直跟在乐视集团的总裁身边,他发了请帖到班上,却故意遗漏了我。 然而他结婚的当天,宴席始终无法开始,因为传说中的岳家太姑奶奶还没到。 现在他正费尽心机地想见太姑奶奶一面,想见我,明明是他不希望我出现的。 毛盖下课后,秦冉突然站上讲台,告诉我们他要结婚了,时间定在一周后。 地点是滨海路的一家五星级酒店,其实早有传闻说秦冉最近和一个大老板关系密切。 有同学见过他,被劳斯莱斯送回学校,真的,我记得那家酒店一桌酒席,可能要上万。 结婚的话,估计得花费几十上百万,666,这么奢华的婚礼,秦冉的未婚夫一定非常富有啊。 对啊,秦冉,你的未婚夫是谁,为什么婚礼来得如此突然? 虽然大学里允许结婚,但大二就选择结婚的同学实在是少见。 秦冉害羞地笑了笑,说道,你们可能没听说过,我的男朋友叫岳天化。 其实,他家也就是普通家庭,只是想给我一个美好的回忆。 岳天化,听起来有点耳熟,本是最大的岳士集团的总经理,应该不会是同名同姓吧。 秦冉微微点了点头,没有否认,难怪了,那家酒店是岳家的产业。 在那里办婚礼也正常,我们有机会去凑饭了,五星级酒店的饭菜我都没尝过呢。 恭喜啊,秦冉,同学们纷纷祝贺,秦冉则从他的新LV包里拿出了一堆琴帖。 因为那天可能会有很多人,天化说,为了避免一些闲杂人等混进来,请帖一定要保管好,以免出现问题。 放心,我们一定会好好保管的,秦冉一个个发请帖,发到我这时,刚好手上空了。 我抬了抬眼,秦冉不好意思地说,寒寒,我男朋友在统计宾客名单时,不小心漏了你。 现在已经安排好了,无法再加进人了,只能抱歉了,他咬了咬下唇。 要不下次我让男朋友请你去五星级酒店吃饭,算是赔偿怎么样? 如果没有你的祝福,我肯定会很遗憾,我深深地看了他一眼,假装没有看到他眼中的得意。 不用,我微笑着说,新婚快乐,秦冉似乎还有些愧疚,眼眶寒泪。 试图让班上的其他同学帮忙劝说,不想因为这个事和我闹僵。 他长得很好看,柔弱精致,入学时就被评为细花,这样的模样更加让人心疼。 因此,同学们纷纷劝我不要生气,秦冉并不是故意的,明明我什么也没说。 但现在,却好像我是个不讲理的人一样,我留在教室看书,其他人很快都离开了。 不久后,秦冉突然走了进来,悦寒,其实根本不存在漏名单的问题,我就是故意不想让你参加, 他慢条思理地说,我知道,那又如何。 我不解地说,讲完了吗,讲完了我还要继续看书,你和谁结婚我都无所谓。 哦,你要是和朱结婚我倒是可以去,毕竟稀罕,秦冉的脸色瞬间变白。 立声道,月寒,你到底在装什么,整天一副清高样,背地里却被人包养。 假装成品学兼优的好学生,真是讽刺,我连眼皮都懒得抬,证据呢。 秦冉笑了下,月寒,我一看到你这张虚伪的面孔,就想恶心。 你这样的人,根本没有资格参加我的婚礼,更没有资格幸运。 我原本不想和他有太多纠缠,但泥人也有三分火气,我和尚书。 我有没有资格幸运,你没有资格评判,不过,你说不想让我去参加婚礼,是真心话吗? 秦冉愣住了,猜不透我到底想说什么,片刻后大声嗤笑道。 你觉得呢,我为什么要让你去参加我的婚礼,不后悔? 我指示着他的眼睛,后悔,凭什么要后悔?因为你。 月寒,我发现你不仅虚伪还自恋,我收起书,放进书包,轻声说道。 我明白了,秦冉,那就希望你不要后悔。 从图书馆回到宿舍,舍友们围了过来,让我不要因为秦冉的不公平而不开心。 这不值得,我们宿舍一共有六个人,秦冉从大一下学期开始就搬走了。 所以,平时只有我们五个人,他们曾经和秦冉关系不错,但由于一些事情。 他们彻底看清了秦冉的心机,赵强和男朋友在一起后请我们宿舍吃过一顿饭。 我们几个人都默契地没有加他男朋友的好友,唯独秦冉加了他的微信。 从最初分享赵强宿舍里的去世开始,到开口闭口提到哥哥。 还时不时暗示赵强的男朋友,赵强其实并不太喜欢他。 赵强和男朋友分手时,秦冉竟然表现得特别关心他,让赵强非常感激。 后来他才发现,前男友找上门来询问秦冉为什么不理他,才明白事情的真相。 也看清了秦冉,他惯用各种手段让其他人心软,利用我那副令人心疼的模样获取信任。 他气不到我,我没有他那么无聊,将婚姻当作嘲讽别人的资本。 我斟酌了一下词语,那实在是愚蠢的,一个不素质客来了。 秦冉的脸上挂着笑容,似乎很高兴看到我被他的手段气到。 我没有辩解,反正也没用,其他人懒得看他,纷纷转身忙自己的事。 秦冉似乎没有察觉到大家的不欢迎,将几袋礼盒放在桌上。 小梅,叮当,这是我男朋友在国外出差带回来的一些礼物,你们看看喜欢不喜欢。 要是不够的话,我再回家拿,赵强正在打游戏,忍不住问道。 怎么,你们觉得我们一辈子都出不了国,买不起东西吗? 秦冉急忙解释说自己并不是这个意思,只是这些礼盒价格不菲。 他实在想和摄友们分享,所以才带回来了。 我就是觉得好朋友之间应该互相分享。 秦冉低着头,不过如果你们不喜欢我而不愿意收,那也无所谓。 我,我能接受,他说着这话,眼泪都快流出来了。 不过今天的演技状态不太好,虽然打雷却没下雨,看样子再不收下东西,估计一会儿整栋宿舍楼的同学都要听到动静了。 我自觉地从桌子上拿了一盒,既然是给大家的,那我是不是也有一份。 正好放到二手网站上卖,估计也能直顿饭钱,这年头冤大头可不好找。 何必和钱过不去呢?秦冉有些惊讶,不过大概觉得自己目的达到了。 心情也不错,叮当收好衣服,拿了个礼盒,是啊,不要白不要。 真得感谢秦冉,不然我们也见不到这些,其他人也都嘻嘻哈哈地接过礼盒。 转头对我说,寒寒,你常用的那个二手网站是哪个,帮我们一起卖吧。 卖了之后,请你喝奶茶。 秦冉,秦冉不顾周围人对他的态度, 反而另提了一件事。 从明天开始,我就搬回来住了,一直到结婚那天, 希望这几天能和大家好好相处。 宿舍里没有人希望他回来住, 更明白秦冉就是想给别人看,所以才搬回宿舍。 否则,哪怕有再多豪车,也无法被更多同学看到吧。 说实话,他真的是懂得排场和装逼的。 他还带了不少东西,不管认识不认识的人, 都分给了其他宿舍的同学。 果然又赢得了许多人的羡慕, 还有学长学姐上赶着攀关系, 问他能不能帮忙介绍工作。 宿舍的学习氛围一直很好, 然而连这两三天宿舍都挤满了人。 来来往往向的菜市场, 让人根本学不下去, 叮当和秦冉商量过。 然而,他只是娇滴滴地说自己也不想这样, 可是都是学校同学, 不好拒绝, 总不能因为他快要嫁给乐视集团总经理, 就摆架子,那样多伤害同学情义, 叮当气的一口喝完整苹果历程。 要不,我们和班导说一下, 这样实在太影响我们的生活了。 赵强长叹了口气, 我现在连睡个午觉都没办法, 只能去隔壁密一会儿。 宁宁就更惨了, 对一个社恐来说, 天天见一堆陌生人, 我去说吧。 小梅主动接下这个火, 不过一分钟, 她皱着梅,晃了晃手机。 老班让我们忍一忍, 学校和乐视集团现在正好有合作。 而且我们作为室友, 也要多体谅体谅同学, 不要挑起什么不必要的矛盾。 摆明了就是偏袒, 幸好只剩下几天了, 等她结婚, 岳家肯定不会让她继续住在宿舍。 我正好做完一套四级真体, 喝了口水, 也不一定。 谁知道婚礼会不会出现意外, 她可能还得继续住在宿舍, 赵强笑骂了句乌鸦嘴。 不过还真有些纠结, 到底稀不希望秦染顺利呢? 转念又道, 韩寒, 你也姓月, 和那个月天花有没有亲戚关系啊, 该不会你其实是个小富婆吧? 我无奈摆手, 我可不认识月天花, 赵强哀嚎道, 哎, 我还指望你其实是个小富婆, 带我们一起扩一把, 去旅游, 然后带东西回来给秦染, 还和她说一句, 你该不会因为不喜欢我们, 所以不收吧。 秦染在挤人的簇拥下回了宿舍, 原本围着聊天的我们都不再说话, 出去散步或是串寝聊天, 我开始刷新一套真体, 耳边回荡着那些人捧秦染的话, 这也算是干扰训练的不适, 所以这一次四集, 我一定要过。 一周的时间实在太快, 但也仅仅一周, 全校师生几乎都知道了, 秦染要和月天花结婚的消息, 因为要是那成堆的婚纱和礼服, 以及新娘装, 老师们都默许她, 可以不去上课。 然而, 她却总是带着妆容和礼服, 从豪车上走下来, 在装作赶着上课的样子, 到教室听课。 有人拍了图, 把她发在了学校的表白墙上, 夸她长得好看又有能力, 还爱学习。 简直就是楷模, 也就是在这样的一周中, 秦染终于要结婚了。 婚礼当天, 超过二十辆豪车, 包括保时捷, 奔驰, 马沙拉蒂, 平在了学校的宿舍楼下。 秦染和她的几个伴娘朋友, 在万众瞩目中走进了婚车, 知道消息的学校师生, 早就赶着在楼下围观。 更看到了月天花, 婚礼的另一个主角, 三十出头, 模样端正, 一直保持着微笑, 边让秘书从后备箱拿出红包, 三四箱红包, 就这样撒给了两边围观者。 有人当场拆开, 里面最少都是两百块, 偶尔还能听见有人惊呼说, 有八百块。 秦染就像个公主一样, 接受着众人的祝福, 而收了红包的同学, 更是加大马力。 声浪如波, 所有人都听得见, 秦染要嫁人了, 就在今天。 班上同学都提前去了酒店会场, 我则逆着人群, 回了宿舍。 从楼道的窗户可以看见, 那婚车队伍 缓慢地在学校移动, 正驶向校外。 赵强还在宿舍群, 我们五人, 问我要不要带些什么, 吃狗大户不打包。 那就是浪费, 小梅, 要不我们也不去算了, 别让秦染得意。 我心中一暖, 但还是劝住了, 好歹是大酒店, 没必要赌气不吃。 再说了, 那是岳家出的钱, 你们吃得理所应当, 和秦染无关。 宁宁, 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 我继续去刷真题了。 我今年一定要过四级, 要是不过, 我就去操场挖跳十分钟。 其他人, 知道了, 424分的可怜虫, 真是受不了, 呜呜呜。 四级考试, 怎么能这么折磨我? 岳天化和秦染的婚礼, 办得相当奢华。 还进行了直播, 宿舍里有人抢红包, 大家都在看直播, 时不时传来惊叹声。 什么水晶太耀眼, 什么花太梦幻, 还有秦染脖子上的那条钻石项链, 真是美得不可思议。 赵强他们也觉得无聊, 开了视频给我看, 同时在考虑一会儿要打包些什么。 他们那张桌子上全是我们般的女生, 脾气都很好, 也不在意。 我抬眼看了看, 那帝王蟹就不用带了, 味道不好。 带那边的鱼片吧, 特别鲜美, 那些酒水就算了。 宿舍里没人喝, 那可不行, 卖了也行啊。 宁宁认真说道, 这话让我们几个人都忍不住笑了出来。 看来宁宁这几天是真的生气了, 怨念很重呢。 酒席摆了上百桌, 来的人都是本市的企业家。 不少同学提前了解过情况, 抓住机会找实习。 怎么这么慢啊, 再不开始, 菜都快凉了。 小梅, 对啊, 我看那个岳总好像还在和她家人聊天, 难道不是应该开始了吗? 宴会厅门口, 挂着十二点半开始仪式的巨型海报。 可现在已经一点了, 根本没什么动静。 主持人在台上说了好几个开场白, 最后只好一边擦汗, 请人来表演魔术。 还不忘询问岳天化到底什么时候开始, 秦燃已经到现场。 跟在岳天化身边, 讨好的看着岳太太, 她费尽心思还开直播, 结果在亲朋好友和同学面前等来了婚礼的延迟, 这对一向重视面子的她来说, 肯定是受不了的。 连笑容都带着几分苦涩, 说什么也不能, 太姑奶奶还没到。 开什么席, 你们想干什么, 岳太太似乎也不太高兴, 毫不避讳地说着, 所以不少人都听见了。 岳家还有个太姑奶奶, 众人左右看看, 也没发现什么异常。 赵强巧声说, 寒寒, 你听见没, 岳家太姑奶奶没到, 秦燃的婚礼或许都结不成, 小梅应该不会吧, 毕竟这是他们自己的婚礼, 长辈要是真没来, 难道就不结婚了? 临桌有人八卦道, 你们不明白, 岳家是传承千年的大家族, 对这种辈分的事情最为看重, 虽然没听说过岳家还有这位祖宗, 但真要有, 那这婚礼我看悬, 哦吼, 确实如此, 毕竟辈分大, 摆摆架子也正常, 叮当忧心道, 要是婚礼不办, 那酒席该不会也不办了吧, 我们岂不是要AA? 同学们都笑了起来, 我看着舞台上华丽的秦燃, 漫不经心地说道, 也许不是人家仗着辈分大不去, 而是他们根本没有邀请呢。 赵强倒吸了一口气, 疯了吗? 这么为老祖宗都赶不清, 不过我还真挺好奇岳家这位太姑奶奶多大了, 听起来应该有90或者100吧, 如果有机会, 希望能向他讨教养生的秘诀, 我要是赵强也活个100多岁。 到时候六十同堂, 真是风光无限, 我冷哼了一声。 赵强奇怪地问, 你哼什么? 这套四级真题又错了很多。 我哼两声不行吗? 这个时候岳天华说, 妈, 要不今天我们就不等太姑奶奶, 明天我们上门拜访他老人家。 岳太太长得富太端庄, 脾气却似乎不太好, 文言冷笑, 老祖宗的规矩都不要了, 怎么能说出这种话? 想让祖里的长辈把你赶出家族, 妈, 这时间都快到了。 会不会不太好呀? 秦然挽着岳天华劝说道, 停, 先别叫我妈, 姑奶奶没来, 这婚礼就算不成。 你要想认亲, 接上一堆人随便你喊去。 岳太太邪腻了秦然一眼, 又看向旁边的男人, 三叔, 姑奶奶还没有接电话吗? 岳天华的三叔叹气道, 嫂子你又不是不知道? 姑奶奶平时没事, 根本不让我们去找, 她的电话都是看心情的。 要不, 我们直接去正大找她, 正大, 秦然喃喃道, 妈, 阿姨, 我在班上成绩第三, 和不少老师教授, 关系都不错。 要不, 我去问问, 听见成绩不错, 岳太太的神情稍微缓和了一些。 你有心了, 不过这毕竟是我们家长辈, 就不用麻烦你了。 不麻烦不麻烦, 秦然看样子快哭了, 也是。 婚礼再不开始, 她就真成了笑话了, 赵强实施播放八卦, 嘀咕道, 我们学校哪位老教授, 年纪大一些的, 你们记得不? 我重重打了个喷嚏后, 挂断了视频, 没过多久我打开备用机, 看着不断弹出的电话, 选择性地回了一个, 秦然似乎和岳太太 他们聊了些什么。 竟然是她来接, 她的声音听起来楚楚可怜, 反复说自己是谁, 哪个专业, 专业成绩多好, 想要认识一下太姑奶奶。 真的吗? 我冷不丁地说了一句, 她愣住了, 太姑奶奶您声音真年轻, 要是您现在能来参加我的婚礼就好了, 我们可都在等着您呢, 寒暄之后重点来了, 我回了句, 是吗? 秦然重重地点头, 当然了, 太姑奶奶要不要我们去学校接您, 酒店有些远, 别累着您了。 我没有回答, 换了双鞋, 就下楼打车去酒店了, 我这人有一个特别大的优点, 特别听人劝, 不邀请我, 我就不去, 邀请我我就去, 听人劝, 吃饱饭, 谁碰上了我这么一个好说话的人。 真是乐坏了, 路上赵强还不忘在群里直播婚礼现场, 说什么月家那位太姑奶奶, 答应秦染来参加婚礼了, 这可让秦染得意死了, 觉得是自己的功劳, 哪里还有刚才都快哭了的可怜模样, 希望那位老祖宗可以眼光好点, 一眼看出她的绿茶本色, 就怕月家的太姑奶奶眼神不好, 连人都看不清楚, 呸, 晦气, 韩寒, 你做什么呀, 怎么一直不回消息, 现在主持人又重新说开场白了, 看来婚礼真的要开始了, 不是不想回消息, 只是担心回都不闻名, 伤害是有情意, 自觉体贴无比的我在半个小时后到了酒店, 艳客厅今天被月天花和秦染给包场了, 可我没有请帖, 反倒被拦在了外面, 隔着几十米, 赵强他们看见我在艳客厅门口, 喊了句国粹, 挥了挥手, 喊喊, 快来, 秦染听见动静, 端着红酒杯, 姿态优雅不紧不慢地走到了艳客厅门口, 站到了我面前, 月寒, 你怎么来了, 我耸耸肩, 有些无奈, 没办法, 被人请来, 有人请你, 秦染扑斥一声笑了出来, 谁啊, 我怎么不知道, 秦染的父母也在, 看着穿着不错, 不过神情烦躁, 还以为出了什么事, 过来问秦染, 我们学校同学, 同学, 秦染父亲瞥了眼就转过头去, 蹭饭的, 找个座位坐下就是了, 现在欢迎太姑奶奶, 才是要紧事, 别在这些没用的事情上耽搁, 秦染的母亲, 在旁边连连附和秦妇的话, 秦染微笑, 那寒寒, 你进来吧, 坐在门口, 这桌怎么样, 也清静, 一会儿结束打包酒水, 也没有人注意, 真的吗, 幸好我带了袋子, 我浑然不在意的, 从包里拿出上次买水时, 没有浪费的一个袋子, 竖起大拇指, 秦染同学真大度, 难怪可以嫁给月总, 秦妇眉头皱得更深了, 站在门口不住地打量, 还商量着和秦母到楼下去迎接, 我坐在最后一桌, 同席的都不认识, 都自顾自地夹着菜, 又过了二十分钟, 秦染再一次用月太太的手机打了个电话, 太姑奶奶, 您到哪儿了, 我去迎您怎么样, 我站了起来, 看向宴会厅外的秦染, 停静道, 我到了, 秦染回头, 去认识我后, 她快步走了过来, 不可思议道, 月寒, 你哪里捡到的手机, 手机的主人呢, 你把人怎么了, 好家伙, 不知道的, 还以为我绑架了谁, 这手机就是我的, 被用机不可以, 秦染仿佛听到了个天大的笑话, 月寒, 我知道你嫉妒我, 看到我今天有个好归宿生气, 但你没必要这样做, 你现在告诉我, 手机真正的主人在哪里, 我可以给你五万块钱, 张口就是五万块钱, 秦同学还真是酷了, 口气都不一般, 秦妇听见秦染说, 这个手机是太姑奶奶的, 冷哼了声, 手机给我, 整个人走了过来, 大手就想要将手机从我的手里抢过去, 我学过格斗, 他要硬抢, 不一定抢得过我, 但这不是婚礼吗? 要礼貌, 我任由手机被秦妇拿走, 他还不满足, 快说, 老太太在哪儿, 不然我们就报警了, 和一个政法大学的高材生, 即将过四集, 提报警, 讲法律, 我瞥了眼秦染, 淡淡道, 秦同学, 抢夺他人财物, 你知道触犯了哪条法律吗? 秦妇一点也没有被唬住, 尤其是看见我的穿着, 和桌上放置着打包的塑料袋, 冷笑, 在我们面前谈法律, 你知道我女儿她老公家是谁吗? 我刚才听你也幸运, 哼, 好幸也会出闹祸, 也不知道你爹妈怎么生出个你, 今天就让我替你爹妈好好教训教训你, 你也配提我爸妈, 如果说原本觉得这一切还挺有趣的, 那么现在只剩下了厌恶, 秦妇吃笑道, 有什么不配, 你也不看看自己是谁, 秦妇看着心情不畅, 也不打算再多说, 就要过来拉住我让我说清楚, 被我反手一挡, 借了个力反倒摔倒在地上, 臭丫头, 还敢和老子动手, 秦妇妈妈咧咧起身, 赵强他们估摸着等得不耐烦, 走了过来, 见到秦妇想动手, 直接闹了起来, 谁敢打我们寒寒, 动静越来越大, 不少人都看了过来, 就在秦妇靠近我的时刻, 一声姑奶奶, 墨地响彻宴会厅, 岳太太从台前一路小跑而来, 别着嘴, 姑奶奶, 你来了, 怎么不直接过来找我, 是不是对我有意见, 这声音震的人头晕脑胀的, 我堵住半边耳朵, 无奈道, 春莹, 你的嗓门还真的一点都没变, 秦妇满眼得不敢置信, 喊喊, 你就是岳家的太姑奶奶, 靠, 赵强没忍住吼了出来, 这一下更多人站起身, 秦妇直接懵了, 跌倒在地, 双腿颤颤, 太, 太, 太姑奶奶, 我对着春莹眨了眨眼, 然后问秦妇, 曾孙媳妇, 刚才你问谁邀请的我, 现在知道了吗, 秦然嘴唇抿着, 苍白无措, 太姑奶奶, 我, 我抬手止住, 然后走向台前, 春莹慢了半步, 跟在我身后, 一路上岳家人或是惊讶, 或是善意, 喊着太姑奶奶, 姑奶奶, 姑姥姥, 实话说, 我不太喜欢这样, 硬是把人叫老了, 可我可还是风华正茂大学生, 我走到台上最中间的位置, 有人已经提前搬了凳子, 我坐在凳子上, 温声道, 来, 曾孙媳妇, 让我好好看看你, 秦然再不愿意, 仍旧走到了我面前, 春莹大概了解了刚才发生的事, 运怒道, 秦然, 你还没进我们岳家的门, 现在就感对长辈不尽, 将来指不定要翻出什么浪来, 这婚现在看来, 岳天花站在秦然身边, 愁愁了会儿, 太姑奶奶, 秦然是我认定了的老婆, 她刚才的确有错, 可要不是您不提前表明身份, 她肯定不会那样子对您, 一旁的春莹翻了个白眼, 直接对着亲儿子的脸扇了一巴掌, 秦然不是我们家的人, 我不能动她, 你身上流的是我们岳家的血, 你竟然还敢对太姑奶奶不敬, 我们岳家可是以笑著称, 我平日就是这样教你的, 可她看着比我小那么多, 岳天花愤愤道, 春莹回首又是一巴掌, 蠢货, 这能一样吗, 不论太姑奶奶多大, 那也是你的亲太姑奶奶, 你敢这样说太姑奶奶, 不就是瞧不起你太爷爷, 爷爷, 还有你老子, 我倾壳了声, 春莹, 文明, 怎么几年不见, 还是动不动老子老子的, 春莹兴兴兴道, 姑奶奶, 这不是习惯了吗, 岳天花捂住脸颊, 有些不甘, 看向那些平素和她亲后的长辈, 三叔, 二爷爷, 岳其名簇眉, 为难道, 这本来就是家事, 宗族之中, 长辈为先, 你女朋友冲撞了姑奶奶, 你反倒先户短, 天花, 祖训家归, 你全忘记了吗, 岳父生年过六十, 然而这会儿看都不看岳天花, 恭恭敬敬说, 小姑您做主就是, 我在心中叹了口气, 这就是我不爱和家族中人见面的原因, 总觉得多聊几句都有折寿的危险, 既然你们都这样说, 那我也说说我的想法, 岳家祖训中写明, 族中婚嫁, 从来不以才是地位作为标准, 唯以个人品行德性衡量, 凡事与不仁不义不忠不孝之人结亲, 都与祖训相悖, 喝了口小辈端来的茶水后, 我再度问道, 秦染, 你说说看, 人孝二字, 你做到了哪一点? 人群中忽然有人拍掌, 果然是赵强, 他挤占了个最好的位置, 看见我在教训秦染, 忍不住就拍手了, 众人披向他, 赵强仿佛鱼有容焉, 月月月室, 太姑奶奶, 那位, 太姑奶奶是我室友, 其他人对他的神情瞬间好了不少, 原来是姑奶奶, 姑姥姥, 太表姑婆的室友, 百闻不如一见, 久仰大名, 我没说话, 心里暗戳戳记了一笔, 我可没你这么大的曾孙女, 秦染眼泪汪汪, 突然就跪了下来, 太姑奶奶, 今天这事都是我的错, 你要怪就怪我, 天花她是不忍心看我这样才顶撞您的, 您不要责怪她, 文言月天花神情软了下来, 妈, 太姑奶奶, 冉冉她真的不是故意的, 我保证, 她以后肯定不会这样子, 秦染的父母也在旁边认错求饶, 说自己是有眼无珠, 刚才太过着急, 这才一时出了岔子, 丝毫没有刚才的嚣张气焰, 太姑奶奶, 您要是还生气, 我任您打罚, 我也不奢求能够嫁尽月嫁, 只求您能够原谅天花, 秦染又补了一句, 声音凄凉温柔, 可谓我见油帘, 抱赞, 这演技不进军演艺圈倒是可惜了, 我原本也不想管这桩婚事, 毕竟是小辈, 我也不好掺和, 不过我爸曾经和我说他最在乎的就是月嫁的传承星貌, 我要是视而不见, 恐怕我爸做梦都要怪我, 这婚礼就先推迟, 等过段时间看看再说, 岳父生怅然道, 小姑, 小爷爷疼爱您都来不及, 怎么会怪您, 姑奶奶, 您也别难过, 小太爷人这么好, 他老人家在天有灵, 看见您现在稳重大方, 肯定高兴, 岳其名也跟着附和, 秦染露出失望, 他的父母眼睛咕噜乱转, 似乎想要动什么歪心思, 然而最后还是眼齐息骨, 可是我看见秦染的妈妈好像是在扶人, 其实不露痕迹地掐了秦染的手臂一下, 我微微皱眉, 站起身说, 今天来的都是我们月嫁的客人, 因为这点家事耽误了大家的时间, 真是抱歉, 酒席还请自便, 礼金一会儿都会有人退回的, 再有酒店赠送好茶一份, 聊表心意, 这次结束, 我正要离开春莹眼急手快, 连同其他人堵住了我, 姑奶奶您别走啊, 您平时不让我们见您, 逢年过节也没个人影, 让我们这些小辈都不好尽孝心, 那些小娃娃更是压根不知道您, 这次正好, 让他们也跟您见个面, 越加的, 都过来, 按照各支排好队, 过来给姑奶奶磕头, 吹音大嗓门一吼, 竟然还真得到了齐刷刷的回应, 不用磕头, 不是正式场合, 别麻烦, 也成, 那就鞠躬就行, 嘿, 我怎么有种自己走了, 正在被人瞻仰的感觉, 我被迫回到椅子上, 看着岳父生领头, 小姑好, 你好你好, 小姑奶奶好, 您真好看, 这谁家的, 有眼光, 太姑姥姥看我看我, 我今年十二了, 上小学六年级, 您真的是我的姑姥姥吗, 说话, 小男孩眨巴眨巴眼睛, 姑姥姥, 见长辈是不是会有见面礼呀, 其他人也期待地看着我, 小男孩是岳父生的外孙, 岳父生听见这话, 敲了敲他的脑门, 跳跳不乖了是不是, 老爷是不是每次都说了, 要孝顺长辈, 怎么可以让太姑姥姥给你东西呢, 跳跳从书包里掏了掏, 脚侠盗, 太姑姥姥, 跳跳送本书给您, 数学练习册上, 小家伙, 想偷懒, 扶生啊, 跳跳这孩子聪明, 多上几个补习班, 全面发展多好, 以后又是我们岳家的好孩子, 岳父生看向女儿, 听见小姑说的没, 要记得, 光他们这一只, 就有不下十几人来了, 远得近的, 足足数百人都爱个问好, 春莹还不忘在我耳边提醒, 那是薇薇, 那是小伟, 那是三毛, 那是奇帽, 每个人还都牢记岳父生的话, 变着法孝敬我, 红包, 手机, 优惠券, 玩具, 林林总总堆满了好几个箱子, 我只觉得头晕脑胀, 这辈子记得名字都没今天一天多, 好不容易挨了过去, 浑身累得都快脱了一层皮, 春莹和几个轴里姑嫂仍旧没走, 对视着笑了起来, 姑奶奶, 您来都来了, 不如顺便相个亲怎么样, 您都这么大了, 也该结婚生子了, 是啊, 对对对, 姑奶奶您生得这么好看, 也是时候给我们生堂叔, 堂姑了, 我这里可有不少好的资源, 绝对是人高马大, 英俊潇洒, 相亲, 哪个风华正茂大学生受这种苦, 我快速躲到一旁, 浮生, 反了天了, 他们欺负我, 岳父生大脑, 谁敢欺负小姑, 嗯, 相亲, 小姑啊, 我觉得这也不是不行, 您也是时候传宗接代了, 小爷爷这一脉就等着您开支散叶, 您要是不想带孩子, 弟弟妹妹由我照顾也行, 一睁眼, 就见大自己六十多岁的哥哥为自己吃饭, 不行, 我爸知道都要托梦回来告诉我他当年的遭遇, 学校有事, 我先回去了, 岳家人连忙包围住我, 哈哈, 我扫了他们一眼, 谁敢拦我, 去宗祠那儿, 站着反省一晚上, 这是家法, 众人让出了个通道, 动也不动, 任我离开, 春音依依不舍, 姑奶奶, 不相亲那就记得赶紧恋爱, 岳家需要姑爷, 叔叔我也可以照顾, 好不容易回了学校, 似乎耳鸣了, 嗡嗡嗡个不停, 春音那嗓门真的要不克制下去, 迟早把我震聋了, 然而进了校门之后, 那些同学看我的眼神都变得奇怪了, 对了, 秦染开了直播, 当然就算不直播, 只怕很快也要传遍四方, 一路上有认识的同学已经开始打趣, 喊我太姑奶奶了, 要命, 这天天喊着, 我还能活到九十九吗, 在教学楼厕所换了个装扮, 这才安稳回到宿舍, 没多久, 赵强他们气势汹汹地回来了, 还有同学想要进来听八卦, 被小梅用小祖宗需要休息给打发走了, 他们看着我, 沉默了会儿, 太姑奶奶, 老实交代吧, 我叹了口气, 我坦白, 别逼供, 我现在耳鸣, 你们声音都小一点, 他们咕摸着都没反应过来, 愣住了, 我的确是岳家的太姑奶奶, 今天到场的岳父生, 说我侄子, 因为我爸是他爷爷的弟弟, 从前那个年代, 生得多, 我爸出生的时候, 他爷爷, 也就是我二伯父, 已经五十多了, 而我爸妈又是老年得子, 这才有了这个辈分, 我爸妈也不习惯他们这样子喊, 按照他说的, 他把福生当发小, 可福生把他当祖宗, 一点也不好玩, 所以一直在做地质方面的工作, 后来遇见我妈, 再然后有了我, 他们九年前, 因为一次考察出现, 意外离世了, 所以现在, 我就是岳家名正言顺的第一长辈, 一股脑说了一通话, 我喘了喘气, 听明白了吗? 似懂非懂, 宁宁开口, 也就是说, 你就是小富婆, 不对, 老富婆, 赵强抓住了自己关心的重点, 难怪你知道秦染结婚那个反应, 还说去那家酒店吃饭, 名正言顺, 他兴奋道, 那岂不是我们可以总是蹭饭了, 叮当感慨道, 我在婚宴上就理清楚了, 不过, 再听一次, 还是觉得震撼, 所以我们宿舍一直住了个活祖宗, 子孙后代最少数百人的那种小祖宗, 那你为什么一开始不直接和秦染摊牌, 还让他嘚瑟这么久, 这个事情, 我沉吟了声, 秦染和谁结婚都是他的自由, 如果他不来找我麻烦, 那他和月天化结婚不结婚, 和我毫无关系, 再说了, 不到万不得已, 我才不想暴露身份, 你们以为做长辈压力不大呀, 一天天地被人供着, 这都是我爸教我的经验, 要是每年过年, 看着他们乌泱泱的, 对自己磕头, 我都怀疑能不能顺顺利利到一百岁, 叮当哀了下, 这只是一部分原因吧, 你恐怕是担心被催着传宗接代, 开支散叶, 话说回来, 秦染他未来婆婆的嗓门那可真大, 人倒是热心, 实在不行你就去想一想, 现在你身份暴露, 恐怕都会有不少人, 想要和你谈恋爱, 结婚后不仅有钱且辈分大, 谁也管不住, 这多美啊, 哪里美了, 光想想就闹心, 我打开平板, 开始看英语视频, 赵强笑着说, 完了, 小祖宗又要开始磨四季了, 赵强, 等我考完试一起报复回来, 秦染婚宴当天晚上回来过一次, 我当时躺在床上背单词, 他也没同我打招呼, 我也无所谓, 不过不知道是不是错觉, 我发现他好像身上有好几块瘀青, 这天之后连着半个月他都没来上课, 赵强直呼太爽了, 看他这回还好不好意思, 继续在宿舍待着, 这话说了都没过半小时, 秦染回宿舍了, 他带着新的爱马仕包包, 提着大包小包的回来, 仍旧准备把东西分给同学们, 然而其他宿舍的都不敢要, 按戳戳发消息问我可以收吗, 秦染不蠢, 但也没有在意, 自顾自地炫耀着身上一件就要上万的衣服, 和那包, 太姑奶奶好, 又来了, 你和约天花没结婚, 不用跟着他喊, 你要想炫, 那炫就是了, 不够的话, 再开一场直播, 赵梅笑了出来, 是啊, 开直播, 兴许你就火了呢, 秦染放下包, 微笑着说, 就是因为这样, 我才更应该喊你太姑奶奶, 什么意思, 天花和我领结婚证了, 不管婚礼办没办, 我都是她的妻子, 你的曾孙媳妇, 原来如此, 我比没停下, 那恭喜啊, 得偿所愿, 叮当他们惊呆了, 都忘记了还有这个操作, 天花她还觉得亏欠了我, 给我买了好些东西补偿, 太姑奶奶, 岳家人可真是会疼人, 这般针锋相对, 让我都有些懵了, 我古怪问道, 觉得结婚了之后就有了一账, 可以不用看我的脸色吃饭, 秦染, 你昏头了, 秦染表情瞬间不自然了起来, 太姑奶奶, 我敬您是长辈, 但您也不能这样不尊重我, 我上下打量了她一番, 你认为我在用备份压人, 实则就是绣花枕头是吗, 那你知道岳家有一点祖训吗, 切勿交奢盈役, 你看看你身上这些奢侈品, 花了多少钱, 哪里有一分勤俭持家的模样, 秦染满不在乎, 这是天花用她的钱给我买的, 我是她老婆, 花得理所应当, 哦, 我轻声说, 岳氏集团是家族企业, 你觉得她的钱是哪里来的, 你觉得我管不着, 秦染正了正, 竟然不知道说些什么, 便不通干脆走了, 然而她的这番行为并未停止, 在学校中俨然以岳天化妻子的身份自居, 恨不得让所有人都知道她过得多好, 而我这位太姑奶奶, 朴实无华, 半点光芒也没, 赵强他们问我这能忍吗, 忍, 我爸除了教我不能用备份押人, 还告诉我, 岳家人, 但凡违反祖训家规的, 尽管抽, 不要留面子, 娇奢淫逸, 跪祠堂去吧, 秦染气势汹汹地找上门来, 问我为什么她卡停了, 我懒得看她, 不是停了你的, 是停了你老公的, 她给你的事, 附属卡那当然一起停了, 凭什么, 你有什么资格这样子做, 你就是一个八杆子打不着的亲戚, 凭什么对我和天花指手画脚, 她是乐视集团的总经理, 你哪里来的全力停她的卡, 就凭她的总经理位置, 是姑奶奶给的, 春莹穿着鲍纹外套, 厌恶道, 我那蠢儿子偷偷和你领结婚证也就算了, 既然还败坏乐视家风, 你到底想做什么, 秦染连忙说不是, 她没有这个意思, 我抬头, 春莹啊, 既然她想知道, 那就告诉她好了, 是, 姑奶奶, 天花她爸七年前过世了, 天花和我在族里少了依靠, 虽说都是亲戚, 集团虽然不会亏待我们, 但肯定会把我们从核心部门换到闲拆上, 那个时候我找上了姑奶奶, 她做主让集团不许这样, 这才有了天花的机会, 天花以为是自己依靠本事站稳的脚跟, 其实都是姑奶奶帮忙, 只是姑奶奶不让说, 她才不知道, 还有, 你到现在都不知道我们集团的股份构成吗, 月家百年前创立的月市, 随着后备越来越多, 股份不断稀释, 各家都没有多少, 姑奶奶这只, 可怜人丁稀薄, 股份留存最多, 而家族又早就把各家股份收了回去, 按照分红给个家, 唉, 让你解释, 你说到人丁稀薄的时候看我做什么, 别加带私人情绪, 我不越到, 春莹拧眉, 继续说, 不论是按照我们家族规矩, 还是实际上的股份, 姑奶奶都是越是名正言顺的董事长, 你说, 她老人家有没有资格, 秦染哑口无言, 低着头, 姑奶奶您看这事, 我想了想, 那就开个家族小会, 春莹不知道想到些什么, 神色有些开心, 嘴里嘀嘀咕咕道, 开会好, 那样子就有更多长辈劝了, 我只当没听见, 第二天, 重新踏上了岳家祖宅, 先是到宗祠内给祖先上香, 而后在宗祠内等着, 凡事各知的主要成员都来了, 好在宗祠足够大, 倒也不会觉得拥挤, 我坐在正中间, 象征祖先的椅子旁边, 这次喊你们来, 应该也已经知道原因了, 我爸当初和我说过, 祖训言用至今, 肯定有许多不太实用, 但根本的东西仍旧能用, 可你们看看, 你们这些年, 可有按照规矩办事, 踏踏实实工作, 为国家建设发展贡献, 不娇奢一意, 不违法乱纪, 秦染和天化私自结婚, 按照法律, 我管不着, 可按照家法, 那就是两人都有错, 所以, 我罚他们跪祠堂, 你们有没有意见, 秦染早有预想, 一旁的月天化, 大概也早早被长辈们教训过了, 更加没有意见, 小会快要结束, 眼看着春莺就要呼喊帮手催婚, 我连忙道, 都出去, 别吵我, 秦染留下, 就跪在祖训前, 祖训被雕刻在墙上, 秦染就跪在面前, 我站在他身后, 我并不是想要仗势欺人, 只是秦染, 你觉得你这样子高兴吗? 虽然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一直针对我, 但我以前只是觉得没意思, 不代表我就不会动手段, 你明明很聪明, 偏偏昏招贫出, 怎么, 是特地找机会让我打脸的, 秦染, 你真的不知道原因, 秦染低声说, 不知道就不知道, 不过, 这不代表我就会认输, 我不会和月天化离婚的, 我也更加不会再被你找到错误约束, 没听到想要的回答, 我摇了摇头, 让你贵祖训, 是因为你作为月家人犯错了, 可上面那些话, 你就真觉得都是无病身影不用理会, 我没有在听他说什么, 只是在离开前说, 你那么自信, 真的不会被我找到错吗? 给我倒水, 秦染不情不愿地去倒水, 你今天穿的都是些什么呀, 去换掉, 我们月家人的穿着, 要越简单越好, 太姑奶奶, 我很不喜欢, 眼睛疼, 秦染怒火上来, 不打算听这话, 我也很平静, 打开手机, 做事要发语音, 春莹啊, 祠堂今天扫过煤, 秦染瞬间泄气, 我换就是, 自从上次祠堂罚贵之后, 秦染就变了个方法, 不住学校, 更不和我过多接触, 估摸着心里还在盘算着, 怎么换别的办法, 这怎么能行, 俗话说得好, 尊老爱幼, 我立刻让他到宿舍住, 平时就负责照顾我, 身为太姑奶奶, 万一在学校受了伤, 那作为曾孙媳妇, 就更加不符合孝子了, 你要是不孝, 下次可就是家族逼你们离婚了, 秦染被我的说辞给忽悠的一愣一愣, 考量再三后还是回了学校, 端茶到水拿外卖, 偶尔还要背单词, 平时我还会在教室和图书馆学习, 现在干脆刻意时间都在宿舍待着, 秦染这样凄凉地照顾了我几天, 虽然不敢搬出去, 但是每天凌晨五点便爬起来, 说去图书馆看书, 减少和我碰面的时间, 还说我作为长辈应该支持他学习, 一周后, 晚上十点, 秦染从图书馆回来, 进门就看见正经危坐的我和赵强他们, 你们干嘛, 我微微皱眉, 见到长辈不问好, 秦染咬牙, 太姑奶奶好, 知道了, 曾孙媳妇, 秦染准备去洗漱, 叮当却把宿舍门关上了, 赵强乐呵呵道, 秦染, 你现在对太姑奶奶一点也不上心, 想跪词堂了, 秦染反驳道, 我最近每天学习, 实在照顾不了太姑奶奶, 难不成太姑奶奶不想我学习, 那我这就告诉我婆婆, 看看她怎么说, 小梅叹了声, 嘴硬, 宁宁, 上视频, 宁宁拿出投影, 投在了早就挂好的幕布上, 从第一个视频开始放, 秦染在图书馆看小说, 秦染在白天的时候去逛街, 秦染在咖啡厅喝奶茶, 秦染, 你们偷拍我, 秦染十分生气, 赵强当时反驳, 这不算偷拍, 公共场所, 路人自拍的时候, 不小心拍到了你, 怎么能算偷拍呢, 倒是你, 谎称自己是去图书馆, 实则在外潇洒, 是觉得太姑奶奶对你太严苛了, 有意见可以提呀, 曾孙媳妇, 为什么不能和我说说心里话, 我常叹了声, 有些忧愁, 秦染冷汗都快下来了, 和我道了生歉, 便火急火燎地去洗漱, 不敢逗留, 宿舍顿时欢声笑语, 小梅扑吃到, 秦染这回吃了饼, 下次应该就会好好照顾长辈了吧, 赵强敷着面膜, 不过秦染最近倒是变了很多, 感觉更又生气了, 不像之前, 好像一直戴着面具, 看不清他到底心底在想些什么, 我吃了口炸鸡, 谁知道呢, 也许他本来就是这样子, 秦染不敢再偷懒, 平日里跟在我身边, 偶尔和我一起回月家祖宅, 12月初, 秦染向我请假, 说他要回家一趟, 我刚说那我一起去看谈春莺, 他才说是回自己家, 他也是本地人, 然而大一的时候却鲜少回家, 反而一直待在宿舍, 我同意了, 他还有些诧异, 就这么简单, 不然呢, 把你绑着, 不让你回去, 我是你太姑奶奶, 不是土匪, 秦染晃了晃神, 还不如土匪呢, 秦染出门口, 我接了个电话, 是春莺的, 约我一起逛街, 还说我要是不去的话, 就把相亲对象带到学校, 孙媳妇竟然敢威胁我, 算了, 他是真的会把一群男人带到学校来的, 长辈偶尔让小辈也正常, 和春莺他们一起做了的spa, 又去了街边服装店逛街, 按照他们的理论, 在商场买衣服, 只能打折, 不能砍架, 最没意思了, 还是这里好, 满足感超强, 好不容易从砍架阵营中偷溜出去, 闲得无聊, 正好在四级考试前逛逛, 衡水街算是城中村, 繁华热闹, 富有烟火气, 边吃边逛, 买了些特色小吃, 方便带回宿舍, 便准备去找春莺他们, 经过一条巷子时, 我看见了秦染, 我这才想起来, 大一刚开学时, 他说过他家就在衡水街, 秦染被他爸堵着, 他们像是起了争执, 秦染挣扎着要离开, 反倒被删了一巴掌, 赔钱货, 还说嫁进月家之后, 就有很多钱给我, 结果才给了我这么一点钱, 信不信我现在去找我女婿, 看看他能给多少钱, 你别去, 我真的没有钱, 我说了, 一有钱我就会给你, 秦富把他身上背着的包抢了过去, 骂骂咧咧地离开, 他仓皇无措地看着天, 正要转身, 我先一步离开了, 免得让他知道我看见, 他应该不想吧, 四级考试当天, 宿舍只有我一个人需要早起考试, 格外悲凉, 明明其他科目我都学得不错, 偏偏英语这一门, 出奇地难倒我了, 我刚出宿舍门, 秦染发了个消息过来, 让我去校外的一个书店找他, 他不小心受伤了, 距离考试还有一个小时, 时间充裕, 作为长辈也应该帮帮小辈, 那家书店很偏, 这会儿人不多, 我还没到书店, 忽然有人冲了过来, 从背后给我套了麻袋, 几个人将我给推到不知哪里, 情然想害我, 因为暂时不清楚情况, 手机还被收走, 我没有太过挣扎, 只能想办法逃走, 大白天的, 想要把我绑走太过显眼, 最大的可能, 就是在书店附近找了房子关上, 那些人把我绑起来后, 在门外嘀嘀咕咕了一会儿, 就离开了, 我的手被绑着, 拆不了麻袋, 只能抹扎着试图找到工具, 房间里有玻璃片, 绳子割了一半石门, 忽然打开了, 我心意紧, 在脑海中思考怎么反抗, 麻袋已经被人揭开了, 秦染站在我面前, 他神色焦急, 蹲下将我的绳子解开, 开不及解释了, 我们赶紧走, 不然真的就有危险, 秦染拉着我手离开, 还没到门外, 他爸和另外两个地痞, 拿着包子说说笑笑过来, 见到我和秦染, 秦妇也懵了, 赔钱货, 老子这是在帮你, 秦染看了我一眼, 吸了口气, 这不是你害人的理由, 秦妇哪里肯听秦染的话, 他和那两个地痞, 想要对我动手, 我轻轻将秦染推开, 淡淡道, 刚才是他们偷袭, 不算, 曾孙媳妇, 太姑奶奶现在让你看看, 你脑子比不过奶奶我, 这武力差距就更大了, 抬脚, 横踢, 侧击, 一分钟后, 屋内哀好遍野, 我看了眼秦染, 走吧, 秦染小心翼翼地看了我手一眼, 默默站得远了一些, 我带走了被拿走的东西, 和他并肩走在路上, 沉默了会儿, 秦染正要说话, 我却先开口了, 你不是很讨厌我吗, 你干嘛来救我, 秦染默然道, 我是想要让你输, 但不是这样, 秦富谎称, 只是找人吓吓我, 谁知道秦染听到秦富和他的狐朋狗友商量着绑架我, 捞一笔然后去澳门, 所以他偷偷跟了过来救我, 对不起, 秦染偷一次如此真心实意地道歉, 那我能问问你吗, 为什么之前说我背地里被人包养, 还假模假样, 秦染自嘲道, 我之前看你从豪车上下来, 以为是被人包养, 但是现在知道你是岳家太姑奶奶, 你又怎么可能会被人包养, 那假模假样呢, 秦染看了看天, 我爸对我妈和我很不好, 他只管着自己吃喝嫖赌, 一有不顺心, 就家暴我妈和我, 但是我妈认命了, 压根不敢反抗, 谁知道她变本加厉, 我才刚上大一, 就让我必须要给她钱, 否则就把我关在家里, 给我办退学把我嫁出去, 所以在你们开心度过大一时, 我必须要拼命去兼职, 然而兼职钱不多, 我爸又不断找我, 我就去接受了一个富二代的追求, 从他身上忽悠到钱, 那一次我刚和那个富二代分开, 拿到了钱, 我发现你就在不远的地方喝奶茶, 你肯定看到了我, 看到我那样子, 可我不敢问, 回到宿舍后, 我发现宿舍其他人看我的眼神, 好像都不一样, 我猜一定是你告诉了他们, 他们就算表面上和我和和气气, 背地里不知道怎么想我, 好了, 满意咯, 我全说了, 答案出人意料, 又理所当然, 难怪那些敌意来得奇怪, 而秦染大一刚开学之后, 很快就变了, 你没什么想说的, 我深思了下, 摇头, 一点也没, 不论那天的行为, 我看到了还是没看到, 那都是你自己的选择, 你根本无需在意, 反倒是你因此轻视, 怀疑自己才奇怪, 别人的看法真的很重要吗, 谢谢, 不过我还有个不情之请, 能不能别报警, 我妈她, 在巷子口, 我和秦染分开, 我还赶着去考试, 我挥了挥手, 曾孙媳妇, 如果我这次四级没过, 问题就严重了, 秦染愣住了, 嘲讽道, 至少在这方面我赢你了, 我六级高分过了, 我全当作没听见, 幻觉, 都是骗人的, 四级考试结束, 我心情很好, 按照我的想法, 只要没有意外, 这次过的概率很大, 那么是时候去忙了, 我打了个电话出去, 定好时间, 看好场地, 然后等待执行, 两天之后, 在衡水街的一个麻将馆外, 秦妇刚从里边出来, 洋洋得意, 似乎赢了一笔, 我出现在了她面前, 她明显吓了一跳, 结结巴巴道, 你干嘛, 不是说不找我的茶吗, 你上次伤我的事, 我的确不打算计较, 但是, 这一次怎么算, 秦妇不解, 这一次, 我走了过去, 用手蹭了蹭她的肩膀, 撕了声, 你打我, 秦妇懵了, 什么打你, 你别乱说, 我刚才分明动都没动, 你说没动就没动, 这可由不得你, 我拍了拍手, 太姑奶奶被人打了, 怎么办, 早早就等着的岳家小辈, 从四面八方窜了出来, 七八十号人, 岳家男人, 不长眼的东西, 敢欺负我太姑奶奶, 第二个, 姑奶奶别怕, 看我不揍死她压的, 姑姥姥, 我来帮你, 表姑奶奶, 想把她揍成什么样你说, 找死, 打我家老祖宗, 风风火火的口号, 让麻将馆和旁边, 都来了不少人, 见状又害怕惹事回去了, 我妈, 磕着瓜子给他们加油, 来这种体力活, 就应该年轻人干, 太姑奶奶我, 只管享福就行了, 孙子加油啊, 外孙加油啊, 你要打中要害, 嘿呀, 你那样子会流伤口, 不行的, 曾孙子真厉害, 明天我找你爷夸你, 百无聊赖的, 我又打了剧游戏, 最后在一番友好交流下, 秦妇也答应, 再也不会打秦母和秦冉了, 看着倒是真诚, 我今天就当你说的是真的, 现在秦冉是我们岳家人, 你要是不怕受罪, 那就试试看, 秦妇哀嚎着, 说自己不敢了, 以后再也不敢了, 家都不敢回了, 我拍了拍手, 孩儿们, 太姑奶奶请你们吃饭, 犒劳你们, 出了一笔巨款, 让我有些肉疼, 果然是半大小子饿死老子, 这也太能吃了, 以后还是老老实实 收小辈的孝敬好了, 别瞎请客, 学校快要放假了, 秦冉收到我的消息, 回到宿舍, 这一次不是冷嘲热讽, 不是三堂会审, 小梅端着个蛋糕, 虽然不是生日, 不过, 秦冉, 就让过去都过去吧, 赵强也扭尼道, 我原谅你啦, 叮当宁宁也跟着表态, 剩下我, 太姑奶奶期待你吃透祖训, 不要再因为祖训挨罚, 秦冉叔弟笑了笑, 眼泪明晃晃地落下, 他大概也很讨厌 从前的自己吧, 那样压抑的环境, 那样矛盾的自己, 甚至因此, 做了许多自己 都觉得讨厌的事, 我永远也无法体会到 他当时的心情, 所以我不会再去评价 他的过去, 可是秦冉他, 一定会是个好女孩, 我以岳家太姑奶奶的身份发言, 秦冉说, 他准备离婚, 他之前对岳天化的情感不纯粹, 不想要伤害岳天化, 而且, 只有这样子我才可以 和你公平对决, 不然老是被你的辈分压着, 让我端茶到水, 做这做那, 我开心笑道, 没办法, 长辈的特权, 秦冉, 我尊重你的所有决定, 不过天化他同意不同意, 我就不知道了, 但是你们现在还没离婚, 所以快去给太姑奶奶倒茶, 翻爱一, 四级考试出成绩那天, 岳家祖宅正在开大会, 岳寒坐在椅子上, 听小辈们说话, 他焦心地等着手机页面上显示成绩, 四级成绩, 424, 不可能我这学期都学得这么努力了, 怎么可能不过, 岳父生关心道, 小姑, 出什么事了, 岳寒阴沉着脸, 我觉得你们现在很不好, 除我之外, 小辈们今天通通抄写二十遍祖训, 小姑, 这是什么原因, 迁怒, 能说吗, 我觉得你们对长辈很不尊敬, 随便找个理由就行了, 啊, 我凭什么过不了四级,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结束了, 感谢大家收听。 感谢大家收听。